JP Morgan表示通知自己的投资人 要注意准备好美国总统 现任总统继续连任的可能性 现在看来至少对JP Morgan来讲 这个可能性是逐渐在增大的 特别是与之前来说 我们知道美国大选的结果 对于股市的影响 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无论它还是好还是坏 这个Joe Biden还是Trump绝对是一个大事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 但是现在来说呢 我认为我们能最确认的一件事 就是什么事呢 就是Donald Trump也不是百分之百当选 Joe Biden也不是百分之百当选 没有百分之百的事 如果你觉得Joe Biden一定当选 或者是这个Donald Trump一定当选 那我觉得可能你要检视检视 你自己的这个世界观理论模型 给你最新鲜的股市资讯 欢迎来到早安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Ronnie 今天是2020年9月1日 昨天我不知道怎么说成8月23日了 我只能说是致敬乔丹吧 致敬Michael Jordan 顺便再致敬一下科比 科比之前是8号对吧 本节目的宗旨绝对不在于 鼓励或者诱导 大家进行一些不必要的 过于频繁的股市操作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昨日的股市表现 道琼斯则下跌了百分之0.78 标普500下降了百分之0.22 纳斯达克则上涨了百分之0.68 这个特别是昨天这个特斯拉 真的是可以 特斯拉现在这个 昨天一天也涨了百分之12 左右 真的是太猛了 太恐怖了 我觉得有点crazy 相当于原来的价格的话 特斯拉已经现在是两千 两千六百块钱了差不多 我的天哪 不知道到涨到什么时候 之前我们曾经也报过 有一个特斯拉的投资人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风险投资家 我忘了是谁了 他反正也是billion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富翁 他说当时才是刚破1000块钱的时候 他说特斯拉早晚要破2000块钱 没想到破的这么快 我估计他自己都没想到 我当时还觉得他可能自己 也是有一定造势的嫌疑 而且我觉得说我当时觉得是三年之后 可能能到2000块钱 现在结果太疯狂了 不过疯狂归疯狂 迟早倒下来的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他再涨的话 我觉得特别是考虑到 有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没有注意 就是股票一直分拆以后 你因为我们期权 期权和股票的单价是有关系的 因为期权买是买100股 如果现在拆股以后 你买期权 无论是买看涨还是看跌 其实现在一手就相当于一个contract 相当于原来的五分之一了 相当于原来的只有20股 原来一个contract是100股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变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这些散户 一般来说是散户 机构投资者可能不在乎 散户的话 会更多的去做一些期权操作 特别是在现在这种Robinhood 这么容易买期权的情况下 它就诱导你去做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可能我考虑要做空了 因为再涨的话 我觉得实在是站配不上股价 特斯拉现在应该说 它的市值已经是超过了Visa 昨天是已经是变成了世界 从美国股市上的第七大市值的公司了 从市值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太疯狂了 太疯狂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Netflix 它的股票代号是NFLX 那么Netflix我们知道 现在来说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它的无论是股票还是公司本身 可以说是既是做到了很大 然后同时呢 目前来看整个的盈利能力 以及口碑都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知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 无论是订阅用户的涨幅 以及是股价的涨幅 那么它现在差不多的用户量 已经全球的用户量 接近两亿人 而目前来看 现在继续增长比较的难 现在最重要的对它来说的困难 就是怎么在目前来说 把用户量提上去 或者是在开发新的收益模型 或者是商业逻辑 但是开发一个新的商业逻辑 不是说那么容易的 所以说它现在就更多的focus在 怎样的去继续扩大这个用户 但是现在来说就是挤牙膏了 因为像美国的话 我觉得一般来说 一个家庭里有一个Netflix上号就够了 那你这一算 美国的其实生产量也就不到一亿 加上你再算算欧洲什么的 都按照这个算的话 这些发达国家的话 可能现在来说 这个新增长就比较难 那么现在为了应对这个呢 Netflix就推出了这个免费的试看版本 它会推出一个全球的 不限不分区的 因为它本来是内容是分区的 这个就是免费的就不分区了 给所有人都可以看的 这样的一个免费版本的Netflix 但是目前来看 内容是少得可怜的 只有十个 只有十个这个franchise 比如说有Stranger Things Bird Box 还有Love is Blind 但是呢这个免费试看 每个系列就有第一集的免费 尽管这个体验还是原汁原味的 也就是并不会给你加广告 没有任何的这个 除了Netflix自己的广告 就是没有像YouTube这样的 比如说你们看这个 泽安华尔街会动不动跳出来 一个广告 这个是一点没有的 显然呢 它是采用的类似于 这种免费试吃 有点像这种 你去Costco的时候 它有一些产品 会让你免费试吃 可以试好多 我认识的有朋友 就是他会去 有时候去的时候 也不是说专门去 就是去Costco的时候 喜欢转一圈 能把免费的全都试一 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了 完全是参加给你的权利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但是呢 这个Netflix目前来看 你听着感觉好像也 不是那么有诱惑力 但是它有一点 就是它不是像这个 我们知道你比如说 Netflix自己的这种 免费的试用 比如说Free Trial一个月 像各种的这个Free Trial 在至少在美国这个情况 你需要输入信用卡信息 而且你需要在这个 免费期到来之前取消它 不然就恶心的 给你自动扣费了 对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并且Ronnie没记错的话 我当时用的是这个 看的华尔街日报 还是纽约时报 退起来可麻烦了 最后必须要打电话来退 你敢相信吗 这都是2020年了 当然了 我退的时候不是今年 我是在去年还是前年退的 但是你必须要打电话 互联网上 还有这个APP上 没有一个可以退的地方 真的简直是 我是无语了 但是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网站 你直接去看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 需要输入 这点我觉得会超出 其他的这些free trials的 这种体验 并且它还很鸡贼的 是目前来说 这个体验 只能用电脑的浏览器 或者Android 来去 也就是iPhone的用户 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iOS用户是不能免费看的 其实我估计就是 iOS的用户 基本上已经饱和了 这个用户 或者说是 Netflix认为 iOS的用户都比较有钱 不想给你们免费看 我反正是无所谓了 因为它这些 说实话 这个十个franchise 我都不太感兴趣 说真的 接下来让我们说一说 航空公司 这都是一个好消息 是在这个United United是不是叫美联航 反正就是United Airlines 我们这个 关于航空公司的翻译 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不翻译了 那么它的股标代号 是这个UAL 在它宣布 取消了航空的 我们叫change fee 就是你要转 不是转机 就是你要换时间 你比如说 你本来定的是10月的 要改到11月 或者要改到9月 现在这个费用完全取消了 以前的话 你要交易比较不便宜的 change fee 那么在United弄了以后 其他的航空公司 基本全都跟进了 像Delta和American 全都跟进了 在昨天表示 也都全部 彻底的取消 这个change fee 包括西南航空也一样 西南航空现在已经取消了 其实是 这个其实说是一个 航空以来的一个长久的 算是有点霸王条款的东西 这个我还想到了 我曾经有一次 当时是在这个Seattle 我当时是这个 坐飞机 反正是 因为是一早的飞机 可能是六点钟 结果我当时是提早前一天进去的 相当于是可能前一天 晚上十点或者十二点 结果我就在里面 瞇一会儿 或者是睡一会儿 结果给我睡过了 而且甚至是可能是 我可能比如说五点四十 比如说是六点 五点四十到的登机口 但是我们都知道 登机前差不多 比如说二三十分钟 可能你到 你到就已经来不及了 你即使到门口的话 就严论着能看飞机飞走了 我就转机了 当时好像是 多交了五十块钱 还是八十块钱吧 五十美元还是八十美元 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现在的话 就随便转了 随便转机了 这个呢 看起来绝对是 对于这些消费者呀 或者说对于这个 差旅的旅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 这一开始 我看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转念影响呢 我觉得也没那么简单 先别高兴的太早 因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他之前为什么 能收这么贵的change fee 根本原因就是 某种意义上讲 这些航空公司的联盟 是存在这种联盟的垄断的 对吗 就是你不交 没有任何的办法 你只能听他们的 那在他们有这么强大的 话语权的之下 那么如果哪一天 他们想要集体的 再重新开始收这个change fee 找一个理由 你觉得你能拒绝吗 我觉得恐怕我们 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的 就举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呢 就相当于一个这个 独裁者 今天给了你一点福利 但是你说 你高兴是归高兴 但是你要脑子里 要有这个概念 就是哪一天 他把你这个福利 给你抽走 或者把这个 不仅把福利给你抽走 而且对你的剥削 变本加厉的时候 你同样无话可说 这就是这个 一个某种 一个垄断的 这个行业的情况 所以说呢 我认为这个东西 更多的能说出来是什么呢 更多的体现是 现在这些航空公司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虚弱了 但是哪一天 他们喘过气来会怎么样 那就不好说了 接下来再说一说这个Zoom 股票代号是ZM 这个 如果大家有 昨天有关注的话 这个股票又涨上天了 现在已经到了 350块钱左右了 可能还更高 这个具体数据不太清楚了 这个原因自然是 这个整个的成绩 交出来的比较好 这个 我们叫利润 这个profit 是比之前分析师 或者是整个市场估计的 翻了一倍还要多 就是这么多 而这个 整个的这个revenue 也是比市场估计的 要多了一些 整个的这个 几乎是这个收入 是去年的四倍 可以说是翻了四倍 那这样的话 公司股价又是超级上涨了 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我们曾经 做过这个Zoom的股票分析报告 当时并不是特别看好这个Zoom 但是现在这个Zoom这个股价 涨得也是没边了 的确 我也开始怀疑自己当时的这一个判断了 当时 当然了 我现在并不认为说 这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就足够看出来 我当时做的对不对了 还需要这个 可能一到两年的时间 这个股票的确有些东西 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呢 这个我始终觉得呢 这个Zoom现在你说的市值啊 也快到1000亿美元了 我还是觉得这种简单的这种商务会议的这种商业模式呢 或者这条赛道支撑不起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啊 我其实之前有想过啊 我私下在想这个Zoom如果想这个新增这个商业逻辑的话 新增一个什么样的商业逻辑啊 我曾经就考虑过就搞这种线上的比如说这种聊天啊 就做成一个类似于基于视频的这种social media这种感觉 或者是甚至是这种dating啊 这种matching的这种东西啊 当然了这个主要是调性和这个商业可能不太吻合啊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市场的啊 反正我们继续看吧 就如果啊 真的是我觉得啊 这个Zoom我当时判断是有问题的话 我到时候也是会这个反思 或者是这个呃 再重新想一想 当时为什么判断错了 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直接来到这个股指期货环节啊 这个道下降了30点啊 目前来说是28386点 可以看到这个呃 即使是做了些调整啊 道好像还是和原来的这个调性差不多啊 有点呃 说句不好听的就有点半死不活的意思啊 这个标普500呢 则涨了7点啊 现在是3506点 NASDAQ上涨了105.29点啊 25点 现在是12219.25点啊 这个继续获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这个NASDAQ 还是这个这个这个Frenzy啊 还是很长时间的 看样是短时间内不会停止 那关于原油期货呢 WTI原油啊 增长了1.01% 现在是43.04美元每桶 而布伦特原油上涨了1.26% 现在是45.85美元每桶 而黄金期货呢 则是这个上涨了0.8% 现在是1994.4美元每盎司 呃 又接近了之前的2000美元的大关了哈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再跨过 那以上就是我们周二的早安霍尔街 让我们明天见 拜拜